大家好,这里是柳如烟故事会的频道,上点关注下点赞,您的每次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认可,现在证文即将开始。 下大雨,我发短信问出差的女神上司,外边雨大,陆施,你那里施吗?没想到,因为信号不好,第一句没发出去,上司沉默片刻,回复我,想看看吗? 我靠在办公椅上,盯着电脑屏幕发呆,手机突然震动,上司柳如烟发来一条微信,下午三点前,将合同送到A市的皇冠酒店,我面无表情的扭头,看向窗外倾盆大雨, 烦躁地把手机扔在桌上,开什么玩笑,周末加班不说,还让我冒着暴雨,去隔壁A市送合同,真当打工仔是机器人吗? 我深吸一口气,拿起手机,试图唤醒这位女强人一点人性,刘总外边雨大,陆施,你那里施吗? 这种天气出门,肯定会被凌晨落汤机,你就不能体谅下属吗?合同明天再送,不行吗? 发完后,我紧张地盯着屏幕,柳如烟工作上向来雷厉风行,不尽人情,也不知道她能不能领会我的暗示,要不要说的再直白点转念一想,还是算了,我可不想惹她不快,盯着手机足足二十分钟,屏幕才重新亮起,想看看吗? 我满脑子问号,什么意思?还要给我看照片? 有这个必要吗?真是个喜怒无常的女人,我也没好气,硬着头皮回复,不用了,刘总这雨下的有点大,路上会太湿,我怕我车击不行,柳如烟这次回复倒挺快,你更喜欢单的,搞什么鬼? 谁会喜欢冒雨出门,柳如烟简直不可理喻,窗户被雨点疯狂敲打,密集的雨滴,像子弹般噼里啪啦砸在玻璃上,我愤怒地敲击屏幕,路上太湿不行啊,就我这点技术,搞不好会出事的,柳如烟没那么夸张,别担心,我会很小心的,我都被气笑了,我开车上路,你小心有什么用,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,这个恶毒的女魔头,心眼坏透了,亏我以前还对她有好感,公司里很少有人知道,柳如烟是我高中同学,她是学校的校花,学习好,家境优越,长相 出众,每次出现在操场上,都引得一大群男生围观,她穿着红色运动服,修长的双腿线条优美,跑步时飘逸的长发随风飞扬,百米冲刺结束,柳如烟嘴角微扬,和队友机长庆祝,啪的一声,我心跳漏了一拍,旁边的男生心,奋得议论柳如烟,跑步的样子好像一阵风似的,于是,我给柳如烟写了一封情书,精心挑选的纸张,还很有心机地喷了古龙水,第二天,我故意绕到他们半,看见教室后面的垃圾� 满满一大堆,各式各样的信封在桶里对的帽间,我脸色瞬间变得难看,我发小苏枝正好坐在最后一排啃苹果,看见我盯着那堆情书,好奇地问道,林书警,你看什么呢,那些事事柳如烟扔掉的信啊,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,苏枝意味深长地挑了下眉,哦,我懂了,你的情书也在里面看不出来啊,你这个好学生也早恋啊,苏枝扯着嗓子喊得很响,半个教室的人都转头看过来,我怒火中烧,压低声音警告他你他妈少在这胡说八道,柳如� 老子看都懒得看一眼,说着转过身朝外走,不小心撞在一个女生身上,柔软的触感让我心跳加速,我下意识后退一步,抬头往上看,精致的下颌线,薄薄的嘴唇,眼神凌厉,眉眼里全是不容轻泛的气场,是柳如烟我心里暗角不妙,绕过他,快步离开,我地情说,柳如烟估计看都没看就扔掉了,我为这件事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,现在想来,全是庆幸,果然是距离产生美,柳如烟的冷漠强势,在高中时候觉得很酷,当了老板 才知道他有多不近人情,干啥都冷着个脸,阴阳怪气第一名,那时候我刚进公司,接手的第一个方案做得就不尽如人意,我和同事互相推卫,没人敢把报告交给柳如烟,同事小情林书景,你去啊,你不是说,你跟刘总是高中同学吗,同事兰兰猛的一踩地板,屁股下的转移,滑到我们两人之间,兰兰压低嗓音,好心提醒你们,刘总最讨厌别人攀关系,我们前一个部门经理被开除的时候,抱着办公室的门大哭,说自己跟刘总是大学同学,隔壁宿舍 你们猜刘总怎么说,小情瞪大眼睛,怎么说,懒懒板击脸,学柳如烟的样子,眼神上下一扫,非常淡漠的冷哼道,不认识,另外,这是公司,不是校友会,保安哪,把他带出去,小情呲哑啊,好丢脸,还不如不说,最后没办法,还是我去找柳如烟交的报告,我强迫自己保持镇定,把报告放在办公桌上,站着身体等待他的反应,等了好像有一个世纪这么久,传来柳如烟淡淡的嗓音,林书景,我抬起头,面无表情地看着他,刘总,这个报告,我已经尽力了 柳如烟眉头一挑,你不认识我,好啊,来了来了,果然很阴阳怪气啊,这句话,我听到他对我们部门经理说过,你不认识我部门经理傻眼,柳总,你是柳总啊,我怎么会不认识,柳如烟冷冷一瞥,既然知道,怎么还拿这种垃圾打发我,我强忍着不满,深吸一口气,努力保持平静,柳总我明白,您的标准很高,我会立即修改报告,确保达到您的要求,柳如烟视角,林书景不认识我了,他怎么能不认识我,他怎么可以不认识我呢,看 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,一个男生,会认不出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人吗,所以,高中的那封情书,真的只是一个误会吧,我拉开抽屉,从里面拿出一个蓝色的信封,信封已经有些年份了,浅紫色退去,就像那段尘封已久的时光,柳如烟,你看,那是隔壁班的林书景,他又来看你跑步了,他是不是喜欢你啊,我顺着同学的视线看去,林书景拿着一瓶矿泉水,站在人群里,高挑的身材,阳光的笑容,像一颗挺拔的白杨树般引人注目,两人视线相撞, 我心头仿佛被挣扎了一下,弥漫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激动,我加快脚步冲过终点线,和队友机长庆祝,情不自禁勾起唇脚,林书景喜欢我吗,天气真好啊,这鬼天气,我本来应该在办公室好好沐浴的,现在却不得不开车,冒雨赶路,雨滴密集地砸在车窗上,雨刮气疯狂甩动,手机也跟着震动,我接通电话,小秦的哀嚎声回荡在狭小的车厢里,林书景,我告诉你一个恶号,你要挺住,有屁块放,那个合同小秦咽了 吞吞吐吐,那个合同有几项关键的数据,全都弄错了,什么,我倒吸一口凉气,声音有些颤抖,现在怎么办,我已经快到酒店楼下了,小秦急到,要不你就说自己出车祸了,你疯了吗,以刘总的性格,他肯定会亲自来医院看我,被发现撒谎,我就完蛋了,我苦笑着摇头,柳如烟虽然工作上不尽人情,但对员工福利却很看重,上次部门经理熬夜加班三天发高烧住院,刘总亲自去医院探望,还包了个大红包,数额相当可观,小秦沉默 坐了一会儿,突然说,那你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,怎么转移,魏林书锦,我这边信号不好,听不清嘟嘟电话里传来一阵盲音,我把车开进停车场,大脑一片空白,该死的,待会儿要怎么面对柳如烟,柳如烟视角,我盯着手机屏幕,大脑有些混乱,林书锦发来的短信,每个字我都认识,可怜在一起,却让我一时难以理解其中的含义,你那里诗吗,哪里诗,他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,难道是在耍我这种感觉,就像高中时收到他的情书一样,我欣 听见他在跟苏芝大声辩解,我对柳如烟一点兴趣都没有,林书锦推开我,扭头就跑,我站在原地,心口仿佛被人狠狠刺了一刀,脸色惨白,苏芝搭着我的肩膀,意味深长地说,他为什么要强调对你没兴趣,是不是怕我误会啊,原来林书锦喜欢的是我啊,每次他来,我还以为他在偷看你呢,嘖嘖,苏芝没压低声音,附近几个女生都听见了,窃窃思语起来,苏芝也太自恋了吧,就是,林书锦明明是来看柳如烟的好吗,青梅 人就认识,作为苏芝的好友,我经常听他提起林书锦,林书锦学习好又认真,林书锦性格沉稳,小区里的阿姨叔叔都夸他懂事,不知道有多少孩子,在他的对比下挨过骂,你们别被他的外表骗了,其实林书锦很倔强,认定的事情,酒头牛都落不回,在众人的异论声中,苏芝脸胀得通红,上课林响了,我们回到座位上,苏芝碰了碰我的胳膊,小声问哎,你说我要不要接受林书锦,他长得是挺帅的,就是性格有点太高冷了,我怕想不住 他,能有多高冷,林书锦皮肤比其他男生要白显,笑起来阳光灿烂,我想象不出,他冷若冰霜不可接近的样子,难道说,这一面他只愿意,在喜欢的人面前展现苏芝打开课桌,抱怨倒靠,又是这么多情书,柳如烟,你下次能不能,在桌子上贴个名字老有人搞错,我心口一阵脚痛,从包里拿出矿泉水猛灌了一大口,酸色的苦味在口腔里蔓延,怎么也压不下去,林书锦那封情书,原来是送给苏芝的,我应该把它还给他的,可我没有那么做,我成 成了一个卑鄙的小偷,窃取了一段不属于我的美好,还把它这儿种之地藏起来,时不时拿出来品位,我第一千零一次,从随身的包里拿出那封情书,展开信纸,开头署名的地方被一团水字浸染,墨迹运开成一片模糊的黑色,某某,我最喜欢看你跑步,可是,你在跑道上的时候,我总没法专心,因为不知道该看比赛,还是看你,林书锦送出这封信的那天,正好下了一场大雨,我喜欢下雨,喜欢雨水,冲刷掉苏芝的名字,这样,我就能幻想那一团黑色的墨迹,写的是柳如 刘总栏栏,你在干什么呢,半天不接电话,苏芝过躁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,我皱着眉把手机拿远了线,什么事,你猜有事就说,我很忙,苏芝切,你这人真没意思通知你一声,我要结婚了,下个月8号,你记得跟林书锦也说一声啊,你们都在护士,可以一起开车过来,到时候,我一定热情招待,带你们去夜店嗨一个通宵,我心里涌上一丝不适,结婚还叫前男友,不太好吧,苏芝茫然道,什么前男友,谁啊,林书锦啊,你大学不是跟他在一起吗,大学四年,我在国 国外,跟国内同学的联系很少,偶尔有一次,刷苏芝的朋友圈,看见他发了一张官宣图片,是他和一个男生搂在一起的背影,男生身材高大,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外套,里面是白色衬衫,露在外面的一节手腕,皮肤白皙的惊人,那件外套,我在林书锦的朋友圈里,看见他穿过,我点开林书锦的微信头像,正好看见他发的动态,又是加班的周末,至少能多赚点外快,我盯着这句话,看了很久,然后退出见面,把他跟苏芝的朋友圈都屏 我大学时候,还被他狠狠羞辱一顿,那时候我不是发了我男朋友照片吗,林书锦跑来阴阳怪气,说要,你这种钢铁侄女也会开窍,我就安慰他,说我知道你喜欢我,不用太难过,天涯何处无芳草什么的,结果被他骂死,这个臭男人,骂了我整整十分钟,简直太难听了,我就跟他吵,说他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,恼羞成怒,结果,你猜怎么着我整颗心都提了起来,怎么了苏芝切了一声,他说他一直喜欢的是你啊,还说你比我漂亮一千倍,妈的,没这么侮辱人的, 柳如烟,你自己说,我有比你差那么多,苏芝还在电话那头滔滔不绝,我脑子里嗡的一声,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了,心脏蹦蹦直跳,我颤抖着手,直接挂掉电话,时隔多年,才第一次有勇气去看苏芝的朋友圈,05照片里出现一个陌生的男生,高大帅气,是和林书锦截然不同的长相,迅速往下拉了几页,时间一直跳到大二那年,没错,一直是这个男生,这才是苏芝的男朋友,那林书锦呢,我解除屏蔽,点进林书锦的朋友圈,打工人,打工魂,打工都是人上 为什么我回家这么多班,我妈说,因为你单身,反正回去也没事,真是说到我心砍上了,又是一个寂寞难眠的夜,幸好,有工作陪我,细细,配图,是一大堆文件,和闪着光的电脑屏幕,寂寞难眠,所以,她才会问我,她是想不敢再想下去,我满脸通红,颤抖着,拿起手机回复她,我懊恼着,把手机塞进西装口袋,打起雨伞下车,我站在酒店门口,深吸一口气,试图平复紊乱的心跳,该死的河童,该死的雨天,该死的一切,四万块的月薪 说不在乎是假的,柳如烟她向来雷厉风行,对工作要求极高,这次的失误,恐怕不是轻易能糊弄过去的,我捏了捏没心,暗骂自己不争气,都这把年纪了,居然还会犯这种低级错误,不行,必须想个办法,要不要编个理由簿,太容易被拆穿,或者干脆直接认错以柳如烟的性格,会不会反而欣赏我的诚实,我的大脑飞速运转,各种可能性在脑海中闪过,最后,我深吸一口气,下定决心,管她的,活出去了,大不了被炒鱿鱼,凭我的能 找下一份工作,也不是难事,我挺着腰板,抬手敲门,柳总门猛地打开,柳如烟站在门口,湿漉漉的长发,披散在肩上,白色玉袍勾勒了出她曼妙的身材,我愣住了,一时忘了自己,要说什么,林书记,你来了,她的声音比平时柔和许多,我回过神来,柳总,那个合同柳如烟轻笑一声,先进来吧,外面冷,我跟着她进了房间,心跳莫名加速,柳总,你听我解释,我深吸一口气,准备坦白,柳如烟转身看我,眼神有些复杂 其实,其实这种情况,我是第一次,我抢先开口,我第一次犯这么严重的错误,所以不用开除吧,培养一个员工也不容易,给个机会啊,柳总,没想到,柳如烟竟然回答嗯,我也是第一次,啊,第一次开除员工,不可能吧,还是说,这是她第一次看见手下的员工,犯这么弱智严重的错误,我心惊胆战,转头看柳如烟的脸色,没想到,意外发现,她面颊坨红,连耳尖都红了,完了完了,居然生气成这副样子,我入职公司快小半年了,从来没见柳如烟红过脸,她 她表情一直是淡淡的,哪怕是发怒时候,也只是板着一张万年冰山脸,偶尔提高音量训斥几句,同事们就已经吓得要死,现在脸红成这样,等会得发多大的脾气啊,我真的要死了,我脑子里拼命想着挽救的办法,眼睛四处一扫,看见桌上的冰壳了,我很狗腿地拿起杯子,递给柳如烟,柳总,您先喝点饮料,放松一下,06柳如烟面色犹豫,接过杯子喝了一口,忽然问我你,也要来点吧,嗯,听这个口气,态度好像有点软化,还有的谈,我立刻点 好的,谢谢刘总,柳如烟起身,去吧,抬又倒了一杯饮料,还贴心地往里面加了冰块,我接过玻璃杯,仰头猛喝一大口,一股刺鼻的酒味,辛辣焦香,还带着点淡淡的青草香,这居然是酒,我差点吐出来,估计到柳如烟就在旁边,皱着眉头吞下去了,看我这么豪爽,柳如烟很意外,你也喜欢喝威士忌因为家教馆的烟,我从小到大,即便出了社会,我也是滴酒不沾,此刻只能甘笑一声,头起所好,对啊,这个味道还蛮纯的, 说着为了证明似的,连续几口,把杯子里的酒喝光,两人都喝了酒,房间里紧张的气氛顿时松懈不守,柳如烟的身体也没那么紧绷了,向后靠在沙发垫上,姿态优雅,玉袍微微敞开,隐约可见锁骨的美好曲线,柳如烟是典型的穿衣显瘦,脱衣有肉,而且不是很丰满那种,她常年保持运动习惯,体质不高,身材匀称有质,是我最喜欢的那款,当初高中的时候,我可没少偷偷欣赏她,跑步时,萨爽 一把刀,林书记,你还是先想想怎么保住自己的工作吧,外面的暴雨丝毫没有减弱,雨柱密集地打在窗户上,屋外黑沉沉的,更显得房间里安静舒适,酒精让我胆子大了些,我调整了一下坐姿,侧过身,语气诚恳地对柳如烟说道,刘总,我真的知道错了,您惩罚我吧,惩罚完,就不可以开除了要,靠得太近,我清晰地看见,柳如烟的瞳孔皱缩,她呼吸微微急促,用很惊讶的口吻,低声问道你喜欢这样,那不是废话,大不了扣我� 咋样,也比开除好吧,服软好像有用啊,柳如烟吃软不吃硬啊,我眨把眨把眼睛,乖巧地点头,嗯,给我一个机会,好不好,柳如烟俯身凑过来,温热的呼吸喷勃在我耳侧,你确定吗,不知道为什么,我心跳得厉害,靠近柳如烟的半边身子,全都骂了,连骨头都酥酥痒痒痒,像有蚂蚁在爬,柳如烟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,想要我罚你我强压下内心的躁动,冷静地点了点头,那也不能罚得太厉害啊,太厉害的,我 我可承受不了,说着试探的朝柳如烟伸出三个手指,您觉得这个数字怎么样,柳如烟往后退了一点,表情有些难以置信,声音微微颤抖,三,三次我点头,又感觉不对,什么三次,我说的是三千啊,难道是我听皮差了,霸总的货币概念,跟我们不一样,他不会理解成三万了吧,那我真的要去喝西北风,我有点急了,身体一清,想做得离柳如烟更近,可我穿的是西装裤,裤子大半被压在腿下,这么一动,身体失去平衡,我下意识伸手,想要扶住什么,柳如烟即时伸手,扶住 我的手臂,我抬起头,两人视线交缠,我从柳如烟瞳孔中,清晰地看见自己的身影,柳如烟视角因为坐姿的关系,林书锦身上的白衬衫,被胸肌绷得紧紧的,结实的肌肉线条若隐若现,他短发微乱,脸颊飞红,又乖又帅,又让人屏息的能耐,我脑子里的弦快要崩断了,可两人间的第一次,我实在不想太仓促,肢体交流会替代语言的沟通,我不想这样,我想知道,这几年林书锦都在做什么,想知道,他给我发的这条 信息,到底是蓄谋已久,还是临时起义,我往后退了半个身子,攥紧手指,呼吸凝质,忍得太艰难,额头都出了一层薄汗,林书锦歪着头,刘总你很热吗,要不要开空调,不用林书锦,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,我认真的盯着林书锦锦的脸,林书锦锦立刻正经危坐,好的刘总,你喜欢我吗,像我喜欢你一样,从高中开始,一直到现在,没有变过对不对,可是进公司这五个月,你为什么装作不认识我,今天为什么又忽然给我发这种短信,为什么是今天呢,无数的问题涌到嘴边 在口中翻覆,我存多再三,问道,你之前怎么不来找我,是不是也像我一样,产生了什么误会,这些该死的误会,我要把话都说清楚,不会再让任何东西横跟在我们之间,林书锦先是一愣,接着有些惭愧的低下头,我,我之前不知道,今天才发现的,真的我真的不是有意隐瞒你,是我太粗心了,这是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回答,今天才发现的林书锦的意思是,他之前已经打算忘记我了吗,所以不跟我联系,也假装不认识我,直到今天,才最终确定自己的心意,我心里有点失落,可更多的是欢喜, 隐秘的欢喜,像水底的气泡,咕咚咕咚往上冒,钻出水面破裂,再也压制不住,全成了脸上的笑意,林书锦跟我,可真是心有灵犀,我喜欢下雨天,窗外雨滴敲打窗户,人的思绪,也会被拉得潮湿而绵延,我站在窗边一整天,思念疯涨,怎么都克制不住,所以才会打电话,找个借口,让司机把林书锦送过来,没想到林书锦跟我想的一样,柳总柳总我满脸忐忑,用手肘推了推柳如烟,妈呀,他笑得好甚人,他是不是在� 这么专,这么严重的错误,居然现在才发现,还好意思说出来,他不会还是要开除我吧,绝对不可以啊,我压低嗓音,小声提醒他,你说好要惩罚我的,罚完了,就不能开除的呀,柳如烟眼皮一颤,笑意微脸,眼神不动声色地从我脸上移开,声音哑得不行,好我睁大眼睛,平住呼吸,等柳如烟说出那个数字,扣三千扣五千周八匹,求求你做个人,不可能要扣我一万吧,在我无比期待的眼神下,柳如烟抬起手,朝我伸过来,然后耳垂上传来一股温热细腻 柳如烟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我的耳垂,揉搓把玩,我感觉自己仿佛被雷劈中,大脑一片空白,从耳垂上却传来细密的电流,游走全身,我整个身体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,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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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干什么,柳如烟俯身靠上来,顺势把自己压在我身下,滚烫的气息喷在我耳边,你耳垂上长了一颗红质,我从十年前,就想这么干了,十年前我今年二十七岁,十年前那不才十七,才独高二,未成年啊,不是,这个不是重点,重点是,我们两个 柳如烟到底是什么意思,他这是要潜规则我的,柔软的嘴唇含住我的耳垂,轻柔地啃咬,然后顺着下额线,一路往下,寻找到唇瓣,双唇相接的那一瞬,我听见柳如烟满足的喘息声,我心跳得厉害,头皮发麻,耳朵发麻,被柳如烟压在身侧的手也麻,所有被他碰过的地方,都像起了一把火,还带着电流,让人抑制不住地站立,我的大脑疯狂敲响警钟,这是不对的,快点推开它,我的身体却不肯配合,双手自发搂住柳 柳如烟的腰,大脑哎,你在干什么,你不应该抱他,而是应该给他一巴掌,我的腰支也自动攻起,把我的上半身贴紧柳如烟,将他送进我的怀中,大脑还有你,停下,你这个不争气的肌肉,别乱动了我喘息着低吼,配合柳如烟的动作,抬起手臂,大脑好啊,连你也要造反,你们都怎么回事啊,我用力掐紧他的腰,恨不得把他揉进我的身体,林书记,我真的好喜欢你,大脑恩说的什么,讨厌,什么喜欢我呀,啊,我不管了,我罢工,全身没有一个地方听我指挥,连我的 我脑子都属于柳如烟同管了,他意外地顺从地配合我的动作,忘乎所以,惊息不知何惜,人真的不能骗自己,喜欢了这么多年的人,嘴巴上不说,爱意会从其他地方冒出来,窗外,持久的狂风骤雨之后,终于云霄雨散,我现在睡梦中,这辈子没干过这么辛苦的体力活,全身每一个细胞都筋疲力尽,等我再睁开眼睛时,外面天都黑了,手机不停地在床头柜上震动,我迷迷糊呼接起电话,打开外放,为着破罗式的嗓音,把电话那头的人也吓了一跳,林书记 你嗓子咋了,嗨嗨,没事,小秦是被柳巴皮给吓的吧,唉,他是不是很凶残,我想想,都吓死了,最后结果咋样啊,你腰间的手臂猛然收紧,我浑身一僵,等反应过来,瞬间吓得魂飞天外,小秦还在那边不知死活的,吐槽,罚了你多少钱,三千,一万该不会开除吧,不是吧,柳巴皮真的有这么不尽人情,实在不行 你色诱他啊,我跟你说,他那个长相,你色诱不亏的,不过,他好像不喜欢男人,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,他应该是个啦啦队了,你为啥那么说,是高中就有什么迹象了吗,闭嘴,别再说了,我吓得挂掉电话,柳如烟翻身上来,眼眸灰暗,嘴角紧绷,柳巴皮09,啦啦哈哈,都是开玩笑的,你听我解释啊,我轻抚柳如烟的脸颊,指尖触到他柔软的肌肤,柳如烟板着脸,嗯,你说,说什么,我还能解释个花出来吗,在冰死人的眼神下,我脑子都僵 眼看柳如烟又要逼问,我盲低下头,稳住他的唇,对,先轻一下,拖延时间,转移他的注意力,只是没想到,这一吻就是天雷勾动地火,一发不可收拾,我很快就败下阵来,任由他于取于求,再醒过来时,肚子饿得咕咕直叫,柳如烟还在沉睡,我捡起地上的手机一看,凌晨六点,天都快亮了,小秦给我发了好多条信息,合同我已经改好了,还要求财物给我盖了账,你试着再去找刘总,求求秦视线扫到桌上的合同,我眼睛一亮,机智如你啊 林书记,昨晚误打误撞,成功拖延时间,阻止了柳如烟工作,趁这个机会,我把合同拿回去调一下,就可以假装无事发生了,我从地上捡起皱成一团的衬衫换上,扣子少了一颗也无所谓,反正待会儿回家就换,在房间里转了一圈,我找到柳如烟的一条丝巾,随手揣进口袋,然后小心翼翼点着脚尖出门,风驰电撤回到护士,我成功拿到合同,回家换了身衣服后,站在镜子前审视自己,天气炎热,我套了件宽松的T恤 遮住了身上大部分痕迹,我挑了挑眉,心想这倒是个不错的战绩,不过,居然跟柳如烟一夜情了,这以后工作上,该咋面对啊,这份合同都不是很想送去给他,正犹豫间,公司的司机老王忽然给我打来电话,林先生,真是太对不起了,昨天柳总给我打电话,让我送你去A市,我当时已经喝多了,随口一答应,后来就睡着了,这下完蛋,我肯定耽误你的事了,我要被柳总骂死,我心中忽然感到一丝得意,柳女王也没想到我那么冷漠无情啊,原来昨天还特意叫司机送我了, 没事,不耽误,昨天我自己开车去的,你现在来我家,把这份合同送到A市去,昨天的事就不用提了,我没跟柳总说,送走合同,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,我不由得佩服自己,这么严重的工作疏漏,就这样完美地解决了,林书记,你真是个大聪明啊,昨天的事,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,柳如烟在床上这么放得开,肯定也是玩得起的人,大家都是成年人,这没什么的,我做好心理建设,第二天,精神饱满,神清气爽地去上班,愉快的心情只持续了半天,到下午,部门组长接完一个人,没事,不� 电话之后,神色惊恐,如丧考笔,完蛋,刘总的合同没签下来,说是合作方对其中一个项目不太满意,说没按他们的修改意见来,那个项目是我们部门做的,勾勾勾所有人,都给我行动起来,部门经理一声令下,大家疯狂敲击键盘,我从电脑里调出昨天的合同,发现最关键的部分,正好是我做的,陈经理,这个展厅部分的设计,我本来明明已经,按甲方的意见,修改好了呀,合同为什么又改了,陈经理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,镜片寒光一闪,什么叫又改了 是你本来就没改好吧,你签字前自己不看合同的,妈林书锦,你好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,做事情未免太粗糙了,等刘总来了,你自己跟他解释,我脸色瞬间一白,哪里还不懂,陈经理这是要推我出去顶包,部门每个人负责一部分工作内容,最后发给陈经理汇总,我前后给陈经理发了两次,因为疏忽,他用了我第一个版本,却想把这个错误栽到我头上,但他说的也没错,合同最后,是我签了字送过去的,我当时心神大乱,根本就没有心思仔细看合同,我只能认栽 在柳如烟回来后,果然立刻召集我们部门开会,所有人都战战兢兢地垂着头,听柳如烟训斥,掌管部分是谁做的,陈经理立刻站起身,伸手指着我,是林书锦刘总,我一定严厉批评他,看着我那副缩着头,安纯似的样子,柳如烟忽然勾了下唇角,又立刻压下去,陈经理那是要直接开除好的,这个林书锦,进公司都小半年了,居然还犯这么严重的错误,我这就叫人事那边走流程,小秦哀求刘总,能不能再给林书锦一个机会, 他之前的工作都完成得很出色呀,这次一定有原因的,说着,悄悄拉我袖子,朝我实眼色,柳如烟漆黑的眼眸直勾勾的盯着我,右手撑在桌面上,轻轻一挥,出去,小秦的表情瞬间垮了下来,陈经理摇头叹息,林书锦,回宫位收拾东西吧,我脸色顿时变了,不是吧,昨晚还那么亲密,今天就翻脸不认人,这也太无情了,这该死的资本家,真是可恶,陈经理伸手推我,我闻思不动,脑子里飞快盘算着该如何求情,柳如烟忽然提高音 亮,林书锦留下,其他人都出去,小秦给了我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,大家抱着笔记本鱼贯而出,陈经理还狠狗腿地帮忙关上了房门,林书锦,过来,柳如烟面无表情地看着我,我紧张地搓着手掌,慢吞吞地挪到她面前,这女人,真是绝情啊,我刚想开口,柳如烟起身,突然伸手一拉,我身体失去平衡,一下子跌坐在柳如烟的椅子上,她顺势坐在我的大腿上,搂紧我的腰,想我了吗,我呀,昨天一整天都在谈合同,山里没信号 不是故意不联系你的,温热地手抚上我的脸颊,柳如烟将我额前的碎发剥到耳后,一只手将我的背压在椅子背上,七身吻了上来,林书锦,我好想你,我脑子里一片混沌,在她怀里挣扎扭动,刘总,那个合同不重要,撕别乱动,这是在公司 不是,大姐,你还记得这是在公司啊,我从办公室出来时,脸颊通红,嘴唇都有些肿啊,小秦震惊地看着我,你该不会是被刘总骂哭了吧,脸怎么这么红,刘总有没有心软啊,我茫然地摇头 不硬,温柔得很啊,温柔得我浑身都酥了,小秦快哭出来了,那你真的要被开除了十一恶应该不会吧,柳如烟不仅没有开除我,反而把我们部门的陈经理调到了隔壁A室,虽然职位没变,但实际上等同于被贬了,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,柳如烟似乎是在为我出气,不是一夜勤骂,她是不是太不分公司了,时不时就把我交到办公室里谈工作,每次都是她坐在椅子上,我站在旁边汇报,我难道不配拥有自己的椅子吗,我对这种状况感到非常� 又到周末,柳如烟开车带我回航城,参加苏芝的婚礼,路上,她忽然提起,苏芝的男朋友有件深蓝色西装外套,跟我大学时的一模一样,我坐在副驾驶喝着奶茶,点头说道,对啊,还是苏芝问我要的链接呢,她男朋友选衣服的品味不错,跟我很像,就是选女人不行,怎么看上苏芝的,柳如烟笑了,原来是这样,笑容渐渐变得苦涩,就因为一件外套,害我错过这么多年,然后一路上不停地摇头叹气,也不知在遗憾什么,婚礼在第二天,今晚 苏芝特意约了一帮要好的高中同学聚会,我和柳如烟刚走进包厢,她就把手搭在了我的腰上,我的脸瞬间烧了起来,神经病啊,这个柳如烟,我们这种暧昧关系,让别人怎么看果然,所有人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,苏芝惊呼卧槽,你们俩柳如烟点头,脸上带着几分得意,给大家介绍一下,我男朋友,林书景,苏芝厉害啊,你们,高中的时候怎么一点苗头都没有,其他同学轰笑起来,你瞎呀,哪里没有苗头,柳如烟每次跑步比赛,林书景都去 加油,对啊,柳如烟喜欢林书景,明显得很,两眼放光似的,恨不得粘在他身上,我还以为你们大学就在一起了,怎么现在才开始交往苏芝摇头,你们这进度也太慢了吧,给加把劲啊,苏芝的男朋友也跟着笑,林书景,看在你以前给我发那么多衣服链接的份上,我的捧花留给你了,柳如烟在桌下紧紧握住我的手,笑得格外开心,好啊,多谢了,晚上回到酒店,我已经有点醉意了,在电梯里挣脱了柳如烟的手,人都走了,别演了,柳如烟愣愣了一下,演什么眼情绿啊 柳总,我们为什么要这样,柳如烟的眼睛危险的眯起来,眼唇也鸣成一条线,林书景,你再说一遍,我们在眼情绿他向前一步,气势逼人,把我压在墙角,在你心里,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,我从没见过柳如烟这么生气,漆黑的眼眸里仿佛有火在燃烧,好像下一秒,我要是打不好,他就能掐死我,我后背冒出冷汗,酒意也散了大半,壮着胆子回答,一夜情的上下级糟糕,回答错误,柳如烟的眼神瞬间变得危险起来,他咬牙切齿,伸 伸出手,紧紧捏着我的下巴,一夜情,那这一个月,我们在干什么,在这种危急关头,我的脑子,忽然变得异常清晰,这一个多月发生的事,如同电影画面般在脑海中闪回,柳如烟说喜欢我,柳如烟和我缠绵,柳如烟每天给我发早安晚安,问我吃什么,柳如烟大方地向所有的同学宣布,我是他的男朋友,难道说,柳如烟认为,我们已经在谈恋爱了,我从没谈过恋爱,不是应该先互相告白,然后问你,愿意做我男朋友吗?我说好的,我们好像没有经历这个步骤啊,这也算恋爱 不过,仔细想想,和柳如烟谈恋爱似乎也不错,我还是有点猛,胆子也很小,看着柳如烟眼中的怒火,越烧越旺,就在这时,叮咚一声,电梯门打开,几个陌生人走了进来,我灵机一动,一只手搂住柳如烟的腰,轻轻在他耳边低语,柳总我脱长音调,朝他眨眼睛,别这样,让你老公发现了不好,周围的人猛然瞪大了眼睛,柳如烟脸色仗得通红,等电梯门一开,就拉着我狼狈的大步离开,背后传来小声 议论这么漂亮,也出轨,看来成功人士也难逃七年之痒啊,我忍不住笑出声,柳如烟瞥了我一眼,眉头还是紧紧皱在一起,林书记,你把话说清楚,你刚才是角色扮演啊,你不想陪我玩吗?我死也不会承认自己之前的想法,多亏了那些狗血剧情,这个借口简直完美,好,我陪你,柳如烟定定地看着我,缓缓解开衬衫最上面的两粒钮扣,关警房门,隔绝了一室以拟,很久之后的某一天,我和柳如烟躺在沙发上看电视,聊起当年的 阴差阳错,和这么多的误会,柳如烟还是很感慨,我真够蠢的,白白浪费这么多年时间,幸好你主动,不然等一下,不是你主动的吗?我从她怀里坐起身,一脸严肃,是你先摸我耳朵的,你见色起义了吧,柳如烟愣住,不是你先发的短信我茫然,什么短信啊?我就问你,那边雨大不大,要不要改天再送合同,我谈的都是公事,这怎么能算我主动?柳如烟哑然地挑了下眉,眼眸忧深,全是我看不懂的深意,她缓缓勾起唇角,又伸手轻抚我的脸颊 嗯,是我,林书记,谢谢你,谢谢你那条发送失败的短信,谢谢你这么多年,还在原地等我,谢谢你给我机会弥补,话语可能会骗人,但背后所有的深情,都是真实的